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的游戏 耀西的手工世界 这个游戏呢之前 也是在那个2月份的时候 任天堂开直面会的当天 就可以下载这个试玩的版本 当时也是体验一下 现在呢也是搞到了这个实体的正式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实体版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吧 当时那个试玩版的也算是比较良心 也算是玩了一整个火车原地的那一关 那我们就再往后玩一玩 那么这个游戏呢也是支持这个双人模式 另外呢如果你觉得游戏比较难 还不够简单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飞行模式 如果你是这个一个小朋友 或者说你的孩子要玩的话 你也可以让他选一下这个模式 总之呢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一下 体验一下 那就放一个这个实况游玩的一个流程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们终于进来了 这个游戏的话之前试玩版也是有玩过 当时也是蛮良心的 也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 就是前面的一关嘛 我们现在再来玩这个火车之都吧 从火车之都出发 大体上这个游戏看刚才的剧情 应该就是这个宝石丢了 然后太阳呢没精神了 我们要把这个宝石找回来 这样太阳就有精神了 药西呢跳起来还可以在空中小飞一下 然后我们也可以伸舌头啊来吃这些这个游戏里的各种各样的敌人 这个小可爱的这个方块呢 我们碰它就会告诉我们一些小的技巧 吃了这些小人以后呢 我们就会生蛋 当然如果是乌龟 它应该就是龟壳吧 可能是啊 我可以用这个蛋来攻击 所以呢这个蛋有时候也可以攻击这个游戏里一些别的物件啊 来激发一些这个隐藏的要素和一些场景的切换啊 所以就这还是一个画面看上去非常袖珍啊 虽然这个分辨率不算特别高 可能720P都不一定能达到 但是在这种袖珍的这种可爱画面下的话啊 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 我们这个蛋啊 应该已经到最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问号的云啊 都可以打一下 它应该是有这种小互动 像这种带问号的云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掉 啊这里有一个礼物盒 这里还有一个金币啊 可以减一下 这种奶牛我们也可以把它打掉 把它打掉啊 应该一会会有一个任务上 我们把这些奶牛都给它给打掉 感觉这游戏还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玩的 画面比较可爱 也不算特别难 这种有什么用 并没有用 我不会让你收集宝石的千方无法通行 它对这个火车施了法术 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个火车的零件 看到没有它这个纵向移动 谁把他俩头给撞翻了 又没有卵用 特别像小时候玩的那种 打气球 然后我们可以抽奖的那种玩法 越不过去 越不过去 在这里边藏着呢 哇 这个钱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钱可以干什么 我们拿这些火车零件也可以用来当这个弹用 而且它们是无限次数的 好喽 找齐了 咕咕 我想跳车 并不让我跳车 并不让我跳车 这有一个花很难受 我没有那个蛋 就不拿 反正我们也不需要全收集 过关了 咕咕咕咕 你哥 他说是 摇护 还是 药西 啊 还差一朵花 里面还有一些金币 man 红色的 这种钱币 投入金币 转动杠杆 换装劳作就会开始了 会出现什么呢 充满期待 我们可以看看 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衣服 应该是可以买点衣服穿 喷泉礼物盒 等一下我再扔一个 金币应该是只能拿来玩 这种摇摇乐吗 红色屋顶的房子 可能是可以换 我们场景里面一些的道具 这个好酷 那我们先用于一般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抵挡别人的攻击 这个有点可爱 太可爱了 那我们就继续 给它花朵 它会怎么样 它就开花了 我们来到了水之原地 它叫库拉夫顿 小朋友你嘴歪了 水之原地有八朵花 配乐变了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龟壳 所以每一关这个 我们不光是有弹 还有一些别的种攻击的方式 还有竹蜻蜓呢 臀部撞击 可以把这个踩下去 这个小东西居然是无敌的 以后就知道 通通被我吃掉 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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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个计时吃完的这种设定 我们的花应该不需要全部拿完 但是拿一些以后我们可以 这动不了的 我们的花应该不需要 可以看这一关就比刚才复杂一点 虽然还没有感觉到难度 这东西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我们的房子可以扛三下攻击 我们的那个房子可以扛三下攻击 要把这些都撞开 要把这些都撞开 那我们得再去找一个怪 刚才我失误了 我应该撞右边那个就好了 这里掉下去不能走 好就用你了 小乌龟 好就用你了小乌龟 好 好 等一会儿 虽然是水下世界 但是我们 这个水啊 它都是这种化出来的 我明明已经把它踩下去了 可能还是慢了一点 这乌龟要在这里 撞一百年了 差一点掉下去 他们在这里 看星星 看月亮 过关了 虽然只拿到三朵花 但是我觉得应该够后面的这种解锁了 如果我们缺花的话 我们可以再回来拿也是OK的 好 我们继续前进 海盗先生的港都 这是一种弹簧的声 这款色调 瞬间变得昏暗不少 我进不去是吧 我试一下 并砸不进去 是 你还有一个像臭臭泥一样的东西 生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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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没法打他的 生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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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差点又被咬着 可能要打boss了是吧 他要把我沉到海里去 要对我释放什么秘书 快出来 你再拿 他有时候是有硬直的打不了 独敌的我们得等他 就是现在 中间 这个也和马里奥的设定一样 打三下boss就挂了 拿到四朵小黄花 所以我们收集一些金币啊 还有这个命啊 也可以再拿到额外的三朵花 我这把的话只收集了100个金币 所以可能每个地方会有各自的特产 是吧 这里可以拿到浅蓝色的鱼 它是有无限次使用次数的呀 那我们可以以后对吧 找一点好东西开 给他五朵花 就可以开通前面的路了 它们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发条 我们来到了够够原地 所以这里会有很多这种机关装置是吧 其实波齐通过胶带之路 花越来越多了 那我下次应该把那个西偶的给它弄到身上 因为它次数好像是无限的嘛 所以说肯定要弄可以抵御40 你记得 他们直接被把脸给糊开了 不要躲 后面还藏着一个东西 这种绵羊可能也是一个收集要素呢 各种颜色的蛋 可以这个抽到20吗 这个太贝了我只能说 我可以抵復 拿到那么多了 它在这个抽象中 你和我没隔了 也不如在这个抽象中 空中 你找到了 就会说 在哪里 是 好像 我 我還需要一些蛋 沒用 喔 我還沒用 我還沒用 哎呀没弹了没弹了 没来及 刚才没有拿足够的弹 傻了 原来是这样 它只能顺着这个袋子的方向滚 终于拿到最多的数目了 可以骑在它身上就会朝我面对的方向跑 你可以撞它们吗 哇这个厉害了 得把这个回来的路给它打开 没了 对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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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耀西碰碰拳是什么 这里有这个分 大耀西的拳头多多破坏吧 强力出拳 这个对应的花不同的分 哇 这个好玩啊 这个耍 还可以跳 这里还有花 nice 我打 可能有些要提前预判 要不然就miss了 是吧 miss的就没分了 电风扇好像蛮难打的 nice 就我不回来 看看我能拿多少分 感觉不会特别多 刚才那个车没撞到有点伤 应该是一个关键的一环 Darvenger 可能我穿这个鱼的盔甲太笨重了 影响我的发挥 7565拿到三个花 还可以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简单的试玩上手体验 也先到这了 后面的话我应该会继续往后玩 然后给大家看看 这游戏后面会打什么样的boss 包括这游戏最终boss 还有如果通关以后会发生什么 能不能解锁一些隐藏的关卡 或者玩法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这个 要吸的手工世界的简单视频 就结束了 不妨给我点个顶 然后关注下我 非常感谢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